传说中东北有五大仙家 胡黄白柳辉 他们被民间百姓供奉 以求消灾解难祈求平安 其中佼佼者还可以请先上身 帮助他人消灾解惑 几类仙家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胡仙本体为狐狸 为五大仙家之首 精通道鼠 可预测极凶 除妖灭鬼 甚至可以化成人形 黄仙本体为黄鼠狼 民间俗称黄二爷 个性狡诈牙字必报 十分擅长迷惑之术 正所谓 宁惹鬼怪 别惹黄仙 白仙本体为刺猬 民间俗称白老太太 可以为人驱邪治病妙手回春 精通各种医术 本身寿命也极为绵长 柳仙本体为蛇祸莽 蛇最具灵性 传说中蛇仙渡过天节 可上天为龙 下海为骄 柳仙战斗力为五大仙家之首 灰仙本体为老鼠 可以驱及避凶 预知未来 民间认为灰仙可以使人致富 物佑将其视为财神爷 希望可以带来财富 而五大仙家 也可以依附在人类弟子身上 响妖除魔以此来积德行善 今天的故事 就要从民国一位地主家讲起 半个月前地主家的墙上 突然长出了一颗女人脑袋 脑袋在墙上落地扎根 夜晚还会唱起圣人的小曲 地主正惶惶不可终日之时 却恰巧遇到一位过路的先生 此人正是东北马家弟子马一横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南毛北马 南毛就是毛山道术 擅长道法神通 捉鬼降妖 北马就是东北马家 擅长请先上身 通过自身为媒介隐仙家之力 护体降魔 而马一横 就是东北马家的当代入世弟子 马一横跟随地主来到宅院 发现墙上的脑袋是死者怨念 形成的怨气煞 怨气煞的出现 就证明此地必有人枉死 东北马家 本就是固折不扣的驱魔家族 马一横对怨气煞说了一句 安息上路吧 你的冤仇 东北马家接了 他利用马家先法引渡女子王魂 往生极乐 采瓦过桥渡渊魂 一艘纸船送往生 处理完女子王魂之后 马一横询问地主 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地主说半个月前 有一个丫鬟失踪了 了解完事情始末之后 马一横断定丫鬟已经遇害 而这个怨气煞 就是丫鬟残存在人间的怨气所结 以此来向主人家报信求主 这已经不是第一起怨气煞事件了 种种迹象表明 有邪教在此害人 所以东北马家派马一横来此调查此事 与此同时城外一所破庙之中 一名黑衣道人 将一块黄布盖在一只山羊身上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 黄布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待他再次掀开黄布之后 下面的山羊 却变成了一名恶魔多姿的妙龄少女